他大哥以前是黑道的 在江湖刺炸風雨 后来中风 中风之后慢慢就卧床 后来生不如死 细说不管是什么人 都会受到健康所影响 平时好好保养身体 才是快乐的秘诀 光山云林讲堂 邀请云科大教授开讲 教导听众如何从日常中 落实养生观念 没有健康的身体 一切终将归零 平时若是不保持养生习惯 未来身体就恐带来诸多病痛 讲师分享重大疾病症状 以及有哪些预防方式 可以及早做起 同时也叮咛大众 要定期接受体检 确保身体健康状况 才不会错过治疗痊愈的良机 人间新闻台北云林 综合报导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